这是一所靠鲜鱼商行赞助的学校 名字就叫鲜鱼行小学 每年这里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项目 贫富宴 孩子们将会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贫富身份 只有抽到前十号的孩子才有资格成为妇人 到台上去想用口味鲜美的便当和果汁 而其余的孩子只能坐在台下扮演穷人 啃面包片和白开水 抽签结果一出 顿时有人欢喜有人抽 抽到前十名的孩子们美滋滋地坐到台前 端起饭和大块朵衣 其余的孩子们则是苦着脸嚼着干巴巴的面包片 有人甚至气得哭鼻子 校长希望通过游写的方式 向懵懂的孩子们传递一个信息 贫穷不是一个人的原罪 富宴或许只是一种幸运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可以建立过得更好 我希望你用读书将落寒有所成之后 令到这么多人有屈饱的野食 因为你记住你会与一层的盲角汗 所谓英雄国民出处 但是将来一定是要出人头的 尽管校长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 然而学校里90%以上的学生 都出自香港的基层家庭 父母都是最底层的打工人 甚至一些孩子还需要靠政府发放的博助 维持生活 想要在香港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界 凭借后天的努力出人头地 实现阶层的跨越 是一件十足困难的小概率事件 在仙玉航小学读二年级的舍伟豪 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她的母亲就是标准的香港底层人士 从出生开始 她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和母亲寄住的房子 没有窗户和空调 一到夏天就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后来母亲通过打工攒下了一些钱 足够母子俩租下一间不到20平米的单间 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 一个电扇 以及一台年久失修的老师电视 母子俩经历过很多次搬家 但始终没有办法离开这栋破败的堂楼 假如将租金按照房子的面积折合 当时的香港房价几乎达到了世界之最 这也直接造成了一百多万贫困家庭的生活困境 使伟豪直到上小学时 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究竟有多贫困 从那时起 他就不断鞭策自己 要更加努力去学习 才有改变命运的希望 而他也的确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待 几乎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全校的第一名 有电视台得知石伟豪的事迹 邀请石伟豪母子俩录制真人秀节目 节目组给石伟豪买了他最喜欢的球鞋做礼物 还带着母子俩去吃大餐 日常基本只能吃到打着蔬菜的石伟豪 看到满桌子的山珍海味 顾不得还有摄像头在拍摄 把嘴巴塞得满满当当 看着沉浸在美食中的儿子 母亲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这次节目录制 让石伟豪真切地认识到了 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生活差异会有多巨大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过早地教诲孩子这些事情 会使得他们从小就形成拜金的价值观 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对此 仙渝航小学的校长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他看来 贫穷会成为这些出身贫困的孩子们的动力 激励他们形成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在仙渝航小学任职的这些年 校长见识过的贫困家庭数不胜数 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到学生家中去家房 很多孩子外表干净体面 实则只能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他们和父母挤在一张带有上下铺的铁架床上 不足十平米的活动空间 被床和桌子站满 这种房间里通常有五六个家庭共同搭伙居住 屋子里被各家的杂物填满 四处充斥着灰尘和噪音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 以后的人生可想而知 每到这个时候 校长只能努力压想 涌上心头的酸涩 鼓励孩子要好好学习 为自己换取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可校长也知道 单凭他一句话 其实很难改变什么 夸待贫穷现象 根源在于观念的偏差 很多家长都对于自己和孩子的人生 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 他们的眼界和层次都非常狭窄 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孩子长大之后 如果不能成才就去当学徒 再不计还可以去领救助金 即使他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是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贫穷 却也无力去做出抗争 不过 尽管新月航小学中绝大多数的学生 都来自于贫困家庭 却也有一些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 舍伟豪的好朋友黄俊修就是一个特恋 一说起这位朋友 舍伟豪脸上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黄俊修家里光是沙发 就比舍伟豪的床还宽敞 玩具多到玩不过来 但舍伟豪不了解的是 他的这位朋友其实也在羡慕着他 在黄俊修看来 舍伟豪家中贫困 却有一个非常爱他的母亲 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而黄俊修则完全是他的对立面 黄俊修和父母从越南来到香港生活 父亲常年在外打拼挣钱 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对于身为老大的黄俊修 一直缺少陪伴 这使得他欠缺与人沟通的能力 在班级里也没什么朋友 黄俊修每天放学 都要独自到社区中心去玩电脑游戏 父母给的钱全部用来玩游戏机和买玩具 作业几乎从来不写 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留级 母亲对他很是失望 甚至说过不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子 母亲的责备无意让黄俊修感到非常伤心 更让他难过的是 母亲从未认真倾听过他的想法 当他提出自己想家 想要回越南老家时 母亲却告诉他这样做会耽误他的功课 让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专心学习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有一种非常简便的解决方式 就是黄俊修直接回到越南 在那边的学校就读 但是黄俊修却根本不愿意考虑这种办法 现在回到越南的话 就没有了石伟豪这个朋友 而石伟豪在写作业的时候 黄俊修通常只是在旁边看着 这可能就是大多数底层孩子的真实写照 成长过程中 父母陪伴的缺失让他们找不到 学习和奋斗的动力 但当有一天体会到阶级的差距时 他们却已经错过了翻盘的最佳时机 他们基层来说 他只求生活得到 或者只求能够延续下一代就算了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是有少少比较悲观的心态 这个叫谭志泽的男孩 家里十分贫穷 他的母亲是大陆人 三个月就要回大陆许签一次 因此他经常被寄养在同学家 谭志泽对此习以为常 他的家中矛盾很大 父母经常会因为钱闹得不可开交 但受伤的永远是孩子 不过即便是在如此环境之下 谭志泽的成绩却十分优异 他的志向是考上哈佛大学 挣大钱 让妈妈不再那么辛苦 可实际情况确实 即便他考上哈佛 家中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学费 同样想挣大钱的 还有同伴的另一个同学 只不过他的想法比较简单 那就是有钱之后 不用做那么多功课 只不过交换生提夫尼的到来 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 因为参加一档穷富学生的交换节目 提夫尼来到了县云行小学 他的父亲是银行高管 优渥的家境让他少了许多成长的烦恼 也让这里的学生 第一次见识到阶层的差异 当他们为第一次看见飞机而欢呼 当他们用别搅的英文 艰难地和游客做着交流 同龄的提夫尼却口语熟利 甚至早已满世界打卡 真是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些人出生就是罗马 不过这档交换真人秀 也让舍伟豪受益不解 节目播出之后 他的人生就仿佛开了广 学校提供给了他很多外出参与竞赛 获得奖励的机会 还有远在国外的好心人 为他提供资助 送给了他许多玩具 和在当时相当昂贵的平板电脑 也有一些慈善组织 直接对舍伟豪发起了捐款 钱包充实起来 舍伟豪的母亲开始为儿子的未来做规划 第一步就是安排他转学 面对母亲的要求 舍伟豪心中其实有些迟疑 他固然知道 转学可以让他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 但他舍不得他的同学们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违背母亲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母亲独自抚养自己有多辛苦 两相取舍之下 舍伟豪决定瞒着自己的朋友们 在新学期开始前偷偷转学 暑假结束后 黄俊修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对于舍伟豪悄无声息地离开 他感到有些茫然 这个年纪的孩子还不理解什么叫做离别 他只是经常回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 就成为朋友的场景 为什么你不就喜欢跟他玩呢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最好的同学 结果呢 结果真的是最好的同学 子妃上予于2013年 这部影片从校长和学生两个视角展开 描述了2011年 香港现运行小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两方视角中所存在的割裂感 校长着重于强调跨代贫穷 对于香港社会造成的影响 以及贫困给学生们的未来发展带来的阻碍 而当视角转向孩子们 贫穷则不再是一个那么沉重的话题 在他们的世界里 家人的陪伴和朋友间的感情 比贫穷与否要更加重要 或许记录片里的孩子 都不会获得世人眼里所谓的成功 但即使在贫穷 他们也依然可以拥有爱人的能力 不丧失对未来的向往 不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不论贫贱不论富贵 只要有那些惺惺相细的好朋友 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暗恋对象 全世界最漂亮最勇敢最聪明最好的妈妈 就足够在白纸上用蜡笔画一幅最珍贵的画了